这个皇帝看上了开国大将军 将人请进后宫 罢免了他的将军之职 从今往后 苏三娘就不用在前线奔波受累了 从一个实权将领改为天王府的女管家 日后只能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苏三娘自然不愿意 女人的直觉告诉她 天王洪秀全对自己有意思 这次掉到身边就是要伺机下手 苏三娘百般不愿 她和罗大刚情投意合 青梅竹马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 不管天王是不是真有这个意思 她都不会妥协 三娘给罗大刚写下了一封血书 将一切情况说清楚 她决定先顺应天王的意思进攻 其他的随机应变 老婆马上就要被拐走 罗大刚不干了 她宁可马上带人判出太平军 也不愿让苏三娘去当什么女官 苏三娘怕的就是她不管不顾闹出大事 战场上横扫千军的大将军 因为一个女人就放着大好前程不要当了叛徒 罗大刚一定会被谦夫所指 她指天发誓 自己已经想出化解此事的方法 要求只有一个 就是罗大刚老老实实的当将军 不能起什么造反之心 苍天可敬 我苏三娘有一分办法 也会保全真结的 这天起苏三娘便入宫做了女官 而罗大刚在毫无功绩的情况下 连升三级成了东官正丞相 明眼人都知道 这是对她奉献出老婆的补偿 没过多久 红秀全就对苏三娘下手了 深夜将人照进宫 号称有急事要说 可见了人又不说什么事 反而创她卖起了惨 她这个大王表面风光 其实压力非常大 真近来非常害怕 长城睡不着觉 天天失眠 该请御医 看一看 不管红秀全如何诉苦 也没能激发苏三娘的同情与母性 从头到尾 她只有一句话 找个医生拍个片 好好给你看一看 红秀全也不再绕弯子 直接提出了需求 苏三娘坚决不肯 她已经是罗大纲的人 别说一个王妃之位 就算是王母娘娘 她也不做 苏三娘掏出早就准备好的手枪 自从察觉出红秀全的心思起 她就时刻准备着 若是她继续威逼 那三娘只有一枪崩了她 之后再自杀 枪子而不认人 红秀全彻底怂了 让三娘放下枪赶紧走 不行 你马上写一道 你的亲笔照纸 解除我在宫中掌朝仪的职务 派我到罗大纲的兵营中去 红秀全被黑洞洞的枪口顶着 心中还有些舍不得 三娘越是真烈 她就越欣赏 主动提出要封她一个美列侯 我不要侯 论功论劳 我也不够 人家会以为我苏三娘 卖身求荣 朕封你个恩赏丞相 苏三娘依旧无动于衷 将手枪紧紧对准她 红秀全往她身后一看 像是发现了什么 趁三娘也回头的功夫 一把抢过手枪 开枪吧 朕和你开个玩笑 我实在是不忍心打死你 红秀全还是选择了成全 一纸诏书将人放走 尽管她广有后宫 有数千家里相伴 可苏三娘依旧成为她 渴望而不可及的女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